张婷和林瑞阳的公司涉及传销被查处一事传出后 立刻引起网友们的关注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 他们二人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刚被爆出没几天 网上就突然有消息称张婷和林瑞阳可能会免遭处罚 原因就是张婷和林瑞阳并未直接持股该设施公司 而是通过一种所谓的Y结构控制着这家公司 那什么是Y结构呢 特意去科普了一下 简单点说就是他们先在别的地方开了一家公司 然后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 再在别的地方再开公司 然后再通过协议 再在其他地方开公司 如此这般下来 他们实际上是这家公司的操控人 但却并未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 再换句话说就是 他们和下面公司的人签合同 但是他们不作为公司股东 钱他们还要分 虽然说这种模式的确能够组缺公司第一层面的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出事后 就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张婷和林瑞阳公司涉及传销 他们二人会逃得掉吗 根据相关人员介绍说 如果能够认定张婷和林瑞阳是这家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办件的公司的实际组织领导者 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如此看来 只要能证明张婷和林瑞阳是整个组织的领导者 那他们所有的精心策划都是无用的 最终他们还是躲不掉法律的制裁 这就不由的让人想起了2019年和2020年 张婷和林瑞阳召开的两次公司年会了 前两年 张婷和林瑞阳的公司年会可是颇受人们关注的 理由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公司年会的场面 那叫一个夸张 2019年1月24日 林瑞阳带着张婷一起领取了 2018年度纳税最高奖的荣誉证书 当年张婷和林瑞阳的公司总共纳税21亿元 一度入围上海青浦区百强优秀企业 林瑞阳还作为优秀代表上台发表感言 非常感谢大家对达尔威发展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有了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机会 心怀感恩的同时我们也会更加积极的拥抱社会 回馈社会 随后在1月26日 林瑞阳和张婷就举办了公司年会 年会上 张婷大肆宣传自己公司刚刚获得的荣誉 与此同时 他们夫妻还拿出高额年终奖 最高的甚至有10个月工资那么多 从网上曝光的视频可以看到 在张婷和林瑞阳的带领下 台下的公司员工热情高涨 整齐且大声高喊着口号 场面也很是震撼 时隔一年 2020年1月12日 林瑞阳和张婷再次召开公司年会 这次年会的正式相比2019年更是宏大 据说光线场就去了3000多人 不仅如此 张婷还将其好友陶红也请去住镇 闺蜜二人在年会上狂撒红包不说 还大方喝起了焦杯酒 面对员工们的镜头 二人也是大方的面对 有人笑称公司年会办的就像粉丝见面会一样 气氛相当热烈 和之前一样 台上的发言势必不可少的环节 张婷 林瑞阳依思在台上说着那些鼓动人心的话 台下的员工无论是收到红包的 还是没有收到的 全都兴奋无比 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别的不看 就只看这两场年会 谁是公司真正的组织者已经够清晰了 再加上这些年的种种活动视频和照片 以及张婷和林瑞阳的发言 相信这次他们二人最终是逃不掉的 如果按照前两次年会的时间来算 现在正是张婷和林瑞阳公司开年会的时候 今年 不仅他们二人笑不出来了 相信他们公司的很多人也笑不出来了吧 警号张婷夫妇为直接控制涉嫌传销公司警号